好,歡迎大家回到我們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你們的節目主持阿軒 還有我阿朗 剛才我們播的剛剛那首 追名臨琴的《烈泵》 《烈泵》我們也播了很多次 其實不久之前是播過的,我記得嗎? 因為通常說到一些很日本的電影 或者很日本的地道文化之類的東西 我都會選擇播這首歌 因為追名臨琴這首歌真的代表日本 當年世界盃用這首歌來做主題曲 做打氣歌 對 今晚的節目主題大家都看到我們用日本歌 這個名字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今晚的節目主題 就是這個 日本食好西 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呢? 其實日本的美食 我都相信不少聽眾都應該品嘗過或者試過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日本的美食都是電影的主題 也可以用來做一個 對 我們就嘗試一下來做一個節目 來做節目 對 日本的美食真是多羅羅 除了壽司如山 即是數一下拉麵 對 沙夫沙夫 對 還有很多很小的小食 都很棒 對 但是用來做電影主題 我們今晚也是第一次試 我們有 好 今晚我們講的第一部電影 其實呢 當然 現在我們第一次講的 其實現在都還在上映 講的這一部呢 就是 朝拜築地 如味無窮 現在在白鱸活展中心 每天都還在一兩場 為什麼會有這部電影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築地就是側的 搬 搬遷 就是搬了 大家應該都聽過 如果喜歡吃日本的話 都應該聽過築地這個 擁有80年歷史的魚貨批發市場 那當然 如果有聽眾 都有去過東京的話 都應該 我想 可能都會去這個地方朝聖一下 也不會對築地這個地方感到陌生 那這一部 朝拜築地 就是 就是走訪了築地市場這個地方 每一個環節 就是 由 批發商 就講到買貨的餐廳 再講到一些很細微的環節 例如 製兵 還有 跟他們買貨的一些 就是買他們的魚之後 再買出去的商品 其實每一個經營漁業的 經營漁業的從業者 就是如果聽到竹地市場這個地方 其實都可以說是推崇備至的 那 說著 這80年的經營 每日的營業額是幾十億 吞吐量達到幾千噸 那麼 那 看過這一部紀錄片之後 其實 你就會知道 其實 其實 表面上是一個 魚市場 的這個地方 但是 其實 說真的 就是說 就是 逐點說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街市 這個是一個 但是這個地方 是絕對不簡單的 那 因為呢 其實這部紀錄片的重點 就不在於市場本身 而是入面工作 和裡面工作相關的人士 其實他們都是推動這個 這個 足地市場 可以在東京 甚至乎世界這個舞台上 都可以在東京 甚至乎世界這個舞台上 是阿納多年的一個動力 是 那 其實這部戲 最主要 擺位 拍的人 其實都是 一些叫中間商 就是一些批發商 例如 漁民 打魚上來 然後 就會擺上來 這個足地市場 給批發商 拍賣 然後 批發商 再賣給外面商人 甚至乎餐廳等等 那 其實這一班的批發商 其實 在大部分 即是我們 都市人 都習慣了 晚上就已經是 睡到一隻豬 但是呢 其實我們睡覺的時候 就是他們 開始做事的時候 的 這個可以補充一下 當然我們做事的時候 他們都睡覺了 哈哈 都對的 都對的 那 就是 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 就會為 剛剛打撈上岸 送到的魚獲 那 就準備 去做鏡頭 那 其實他們不單止 在自己的擅長的領域 裡面 如果大家看這一部 紀錄片 都會看到其實他們 是對於 大部分的中間商 都是對某一種 特定的魚產 是特別的熟識 其實是會 就是 他們是專精在他們 擅長的領域 那 所以觀眾呢 都會看到 推動這個足地市場 運作呢 其實不單止是 金錢上的買賣 而是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人 和人之間的一種 尊重 和信任 在裡面 還有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 日本人做生意 有一種 我覺得是比起其他國家的人 更加敬業 拗業的精神 是的 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使命感 他們會覺得自己在推動整個國家的發展 甚至在推動人類的發展 就是很軟大的 他們的理想 是的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就是 日本其實它不是一個宗教立國 就是 不是說 佛教 不是基督教 不是什麼 指定的宗教立國 但是你看到 它的人 它裡面的人 都好像 大家都有著 同一個目標 好像有一種宗教精神 就是 大家如果看的話 就會留意到 就是中間商他們會說 他們其實是為了這個漁民 辛苦 就是打撈回來的漁獲 去拿一個最佳的價格 還有也是為他們 幫襯 就是幫襯他們的客戶 就是他們的客戶 就是他們的客戶已經是包括了一些餐廳啊 商品啊 甚至乎是 這些散客都可以的 其實都是 那就是 他們是會選最好的漁獄 他們也是 絕對 不要不賣出來的 是啦 就是他們不會將貨就價 要不就不給 要不就給一些最好的買家 那這個 廚師和中間商 一邊建立多年 就是建立了很多年來的一個 reputation 一個信任 一個信譽 就是都知道 你不會賣邪貨給我 就是這個很有趣 但是香港的話 就是如果 擺回香港的話 就是有時候 食安問題 都很害怕的 有時候 這個可以一會兒再講多一點 是 其實他還有是 這個 他裡面的合作 剛才說的 阿軒的說話 他會流貨這件事 就是其實你會見到 日本人做生意 他很講一個信字 嗯 那跟中國人 都有點不相同 但是有一個很相似的就是 他做生意很講關係 嗯 但是中國人講關係 跟日本人講關係 好像是完全兩回事 中國人講關係 就多數有些利益輸送 等等 那當然不是說 日本人做生意 不是說沒有利益輸送 大陸的所謂的信任 其實都是建基於金錢之上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就是 日本他足地市場 裡面那些 其實重複了這句話很多次 就是 他不賺錢是不要緊 或者他不是為了賺錢 他重複了這句話很多次 其實說 其實賣魚 其實都不是可以賺得很多 就是做這些農業 水產這些 買賣的工作 其實賺就賺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賣得到一隻好的 就是賣到一些好的東西給人吃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滿足 居然都是 那這套戲 除了說看了一些合作 那些物流上的東西 那我覺得還有另一件事情 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裡面呢 他有一種的承傳 雖然他發得不太大 但是他也有量的提及到 特別就是 那套戲最後那裡 那個捉地市場 後段的捉地市場 就是 例如有些人要 在搬遷之前 他其實都倒閉了 那麼 那麼 就結束了兩代的生意 那麼這個 盛存上其實都 的確是有個問題 在那裡 有些困難 因為一來 就是 因為 社會 現在是知識型社會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寧願出去 外面打工 那麼 農業 就是水產這些 行業其實都開始 色微 其實都不只是日本 很多農業 發達的國家 都是 一直在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他講到 除了生意的承傳之外 他講到一些 較上 例如 越來越少人吃魚 對 那些小朋友 不太會 因為不懂 不懂 而且不吃魚 還有一些 用海產做出來的 真品 沒有什麼人買 只有路野去買 這些其實都看到有一個 卷塵 但是我覺得這方面 這部電影是可以 發得更加大 著脈 多一些 但是似乎這部電影的擺位 都不是 著重於 在這方面 為主 其實這部電影 我好像派來做一個紀錄 是紀錄片來的 普通紀錄片 即是一部紀錄片 本來就是今年的11月 就會搬去 位於豐州的一個新市場 但是因為 這個東京 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就說 因為那邊新市場的 那個土壤污染 即那個污染的問題 是未解決 不達標 是 所以就要重新再評估 這個築地市場 就暫時都 維持在原子上 直到 夏年年頭 評估結果出了之後 才再出個 新的 搬遷的日期 是啊 如果大家還想去 朝拜下的話 就趁早了 即是夏年可能沒有了 是啊 即是 如果是 今年的 即是今年內 都還上來的話 還有在這裡 是 但是 再遲下 真的可能沒有了 你講完 你講完 那時候 我們看完這部電影 我們有一個 很有趣的話題 是 就是說到底 如果在香港要朝拜 我們可以朝拜 你想一下 其實日本 因為這麼大的國家 都見到 有很多 其實日本人都有很多 受到他們 自豪的一些 地標 一些標誌 足地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 但是 香港我們可以 有什麼 有什麼代表 是 有什麼地標作呢 你說一下 小弟 當時第一個想到的是果欄 因為其實果欄 老實說跟他很相似 第一 就是他本身是 一個很多年歷史 這東西 第二 就是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攤 當作同樣的東西 然後 裡面的人 是做得很專業的 嗯 他也有獨立的一種 溝通語言計算系統 因為之前看過 什麼新聞透視 有說到他裡面 第一 他仍然在用算盤 是 也都很喜歡用一些 舊式 好像那些 一二三畫的 那些數字 這東西挺有趣的 因為呢 在說這一部足地紀錄片 如果大家會看 都會看到 其實那些鏡頭 那個制度 即鏡頭 魚鏟的制度 都是比較常傳統的 是啊 不是那麼像 大家會看起來 不是很現代化 那些人都是叫來叫去 打手 像小魚貼在魚上面 是啊 但是 你看到很古老 好像很不 看起來好像很 沒有什麼效率 但是你想想 其實這樣都可以做到 一天幾十億的營業額 都很厲害 還可以堅持到 這種傳統的交易方式 所以我個人覺得 果欄裡面的 營商的方式 可能跟足地的確有點相似 也有可能 還有果欄很有舊香港的味道 你如果走進去 你會覺得 好像有點爛爛爛 就是以前看電影 你偶爾也會看到這個地方 也有些遊客 會特意去這個地方 真的去朝拜一下 嗯嗯嗯 所以 我覺得 如果要做一部紀錄片 果欄也有個可能性 那你覺得是什麼 我的想法 如果要講朝拜 就是講舊朝 近年這個 我想大家都不會對這個 澳牛這兩個字陌生的了 我想都是 澳洲牛奶公司 是啊 不是真的出牛奶一個 不是真的會生產牛奶的 有一間茶餐廳的名字 這個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近年 實際太多文是 推崇著這個 澳牛的速食文化 我覺得這個光速餐的背後 就是那套物流的 物流系統 我覺得是很有 討論空間的 就是 在香港也有一種速食文化 如果你要發大 其實都可以 引伸到香港 因為這間店 趕快我們申請分定 不要怕 好嗎 這間店它出名在什麼呢 真的20秒可以上菜 是啊 真的光速的 你吃你都不會坐那麼久 否則你都真的 要跟你媽媽一起吃 是啊 很慘 好了 今節介紹完這個朝拜足地之後 我們不如先去歌 阿朗我們這一節 我們會播什麼歌 第一首呢 因為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 Cocconflat的音樂節 就會看到 Chemical Brothers 他們快來到香港 Headline 星期一的Show 那所以呢 我今天特地選了一首 Chemical Brothers的歌 這首叫 The Salmon Dance 即是三文魚跳舞 那這首三文魚舞 三文魚之舞 其實都 跟這個築地 都可以說有一點點關係 因為築地裡面那些 吞拿魚 三文魚 那些魚類 那些 魚鏟 魚鏟 魚鏟都很出名 不用說 日本人一定會吃這些 在這首歌上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感受到 一些 海鮮魚市場的味道 好啦 我先去一去歌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 介紹完這個朝拜足地之後 我們是時候講一下 其實我們第二節都是一部紀錄片 這一部紀錄片 我也相信應該很多熟悉日本美食文化的朋友 應該都不會對這個名字陌生的 講的是 就是2011年的這部 寿司之神的紀錄片 是 主角 就是這位阿伯 小野二郎 小野二郎 當然不是小野 他就是 現時 這年 年紀最大的三星主廚 暫時還是紀錄保持者 如果沒有 是 還沒有死 還在 還在捏壽司 還在捏 91歲 如果沒有計錯的話 應該是 那 小野先生 現在 其實一直都被堪稱為 壽司第一人 導演 David Gilb 帶大家去看一下 小野先生 有幾神 話說 其實 現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還是現任 還是現任 跟日本的首相 安倍晉三 都曾經是小野先生的一個座上客 聽說 其實小野先生這間壽司店 不是你走進去就有得吃的 你是要預約位 早一個月預約 如果沒有錯的話 每月的月頭就可以預約這個月 例如現在剛好9月未好了 過多兩天 10月1號 大家可以開始預約位 一預約就預約整個月 你可以預約1號 你可以預約30號 但是 應該都很快會沒有 聽過朋友說過 其實光速沒有 光速 光速的速度沒有了 還有 吃一餐都不便宜 三萬日圓 三萬日圓 一餐 三萬日圓是起跳的 三萬日圓是起跳的 它還要是 號稱是 你最快出來的 米芝蓮三星店 最快出來 對 最快出來 因為在你面前 捏完吃完 你就會離開 沒有機會 好像20件壽司 如果沒有錯的話 20件 20件 很壞 它基本上捏完 放在你桌上 你吃完之後 其實是不用半分鐘的 所以 就不像你吃法國餐廳 不像你吃意大利餐廳 可以慢慢地 對 而是你真的很快 就要吃完 這一部紀錄片 電影 用一個 比較小的篇篇 去講 小野先生 其實小時候 有多艱辛 就是因為 他小時候 九歲的時候 就已經要出去 工作謀生 就是因為 沒有機會讀書 就要去學一門的手藝 所以 在這七十幾八十年來 他從來沒有間斷 甚至乎 在現在九十一歲 在這麼高齡的狀態下 他還沒有想停下來 他還在自己的店舖裡 這一部紀錄片 都記錄了一間 一間壽司店的運作 其實不止大廚 還有很多環節和準備功夫 例如 做醬料 去怎樣磨一些芥末 甚至乎 為客人入店的時候 準備的一條毛巾 你都想不到 小野先生 會這麼講究 這個環節 例如 他那些紫菜 平時 你吃壽司 你那塊紫菜 就這樣包上去 他真的會在炭爐上面 撥幾下 逐快逐快地撥 是啊 那一刻你真的還不少功夫 還有剛才我講的 那條葉毛巾 有些學徒 只學怎樣去準備這條葉毛巾 都學了很多年的時間 甚至乎 你學炒一隻玉子燒 都可能要十年 他才覺得你做得到滿意的程度 叫合格 是的 在他的眼中 是過得去的 在他的眼中 不代表好 是啊 只不過是過得去的 所以你看到小野先生 是一個講究 很苛刻的一個人 但是 這個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一份 叫職人精神 其實 剛才那部捉地紀錄片 和這部壽司之神 其實都很強調 職人精神這一點 剛才捉地那部紀錄片 其實大家如果細心點看 小野先生都在裡面 前半部也有出現 中間也有出一出 是啊 當然如果說日本美食 都不可以不出小野先生 說回這個職人精神 就是 不單止在自己工作上高的領域 去精益求精 而且也是對每一個小環節的一份 注重和尊重 小野先生 不只是隨便捏一塊壽司 給你搭上桌子給你吃 而是他會觀察客人的 進食的一個雜性去安排 怎樣上菜 例如 看前排有五個人 可能有三男兩女等等 因應男性和女性 去捏不同大小的飯糰和壽司 準備給他們 還有 如果客人是用左腰的話 也會安排一隻碟 放在就近左手的位置 你會想不到 其實他在這方面 都是很廣告 很細心的一個廚師 這些東西真的是日本人才做到 香港 一些對細節很偏執 可以不是有偏執的程度 是的 所以 小野先生 現在的都市人 即食文化 剛才也在說 什麼都是快 也在說大件夾抵食 所以 如果 幫助小野先生 這間就覺得 非常不經濟 但 據聞每一個人吃過的人 都說真的很好吃 沒試過有人不滿意 是 真的 這下很厲害 這真的很令人害怕 這個傳統的壽司文化 小野先生 也都在 在部電影裡面也都改善 就是 人們開始改善這些傳統心 這份傳統的堅持 是因為現代化 而開始 逐步要做一些妥協 可以說 是一個遺憾 是 特別是 現在大家看到 吃壽司是去什麼地方 就是 回轉壽司 再差一點 可能是 那些 什麼外帶壽司 那些 是的 那些 甚至一些 創造一些新的 不同的壽司 味道 例如 紅豆壽司 這些 什麼軍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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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壽司 都有 這些 這些 真是 侮辱了這個壽司文化 是的 我在想 如果小野先生 有幸會來香港 吃這間壽司店 會不會真的想 磅磅燒了一間 真的有點害怕 我覺得 說回這部電影 其實這部電影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主線 就是 小野二郎先生 兩位公子 這兩位公子 一個大兒子就是阿貞一 二兒子就是阿龍 然後 兩個兒子都是 紙承父業的 二兒子小野龍 已經主持著 另外一間 在六本木的分店 而大貞一 依然在總店 幫助父親手 當然也希望 小野二郎先生 想阿貞一 可以繼承自己衣缽 但是 一來 小野二郎 到現在還未退下 所以 當然阿貞一 一路 都 上位 還要再 耐心等一等 好像現在 英國 查理斯 都幾十歲了 還是王柱 因為英女王 還在做 所以他還是王柱 這個其實就是小野二郎 和他兒子的一個情況 是的 但是呢 很有趣一點 不是因為 阿貞一 不夠班 其實呢 當年 米之年的食廷家 第一次去這間店 吃的壽司 幫這個食廷家捏飯 就不是小野二郎 而正是他的兒子 阿貞一 所以其實也都 正一 就算捏一塊飯 都已經可以去到米之年 這個級數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見到 他已經達到了他父親的一個高度 其實已經是 但是 他的爸爸都依然 還覺得他可以再做得好些 當然就是 因為小野先生還是覺得 壽司呢 是可以再做 發展還可以再做得好些 我覺得除了說 除了說 覺得他還可以再做好些 之外 其實我想 我個人覺得 小野先生本身 他都很認同他兒子的實力 但是他可能在想 如果你現在茂茂然 走出去開第三間店 到時候他真的 觸碰 老人家 他管理不了這間店 到時候有三間店 但是只有兩個 米之年三星級的大廚 那怎麼辦呢 是的 可能這也是一個關心的 所以其實 也都可以見到 即是說職人精神 這件事 是相當之可敬的 得而遲開 但是呢 他也是帶了一些遺憾 在裡面 就是 兩個公子 其實都小 跟小野先生的童年 都是一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父愛可言 其實都已經可以說 就是 我想這個就是 都要付出一些代價 其實就是 要為了令到自己 做最top的人 而 抵受一些 污毒 寂寞 可以說 但是小野先生 他的大兒子 都很好 都很好 真的這樣說 他沒有任何的埋怨 你看到他 他沒有埋怨說 因為他爸爸在這裡 所以他做不到什麼 他沒有埋怨這些 他仍然是很樂意的 在他爸爸身邊 服侍他 幫他打理這間店 因為其實說真的 遲早都有一天 這間店 都是由他接受的 就是 都是一個時間問題來的 但是都見到 因為小野先生 已經年事已高了 已經是 所以 其實有一些小行的事務 已經可以說 交給精一去打理 例如 管理人事那方面 還有 買貨那裡 都已經是放了走 給他搞的 所以 在剛才 朝拜足備的時候 都見到 大仔 在那裡 揀蝦 看魚之類的 鏡頭 大家都會見到 是的 那麼 補充多一點 其實剛才 這句話是在捉地那套戲 不是這套 但是 裡面有一句話 是一個短的對白 說到說 東京人 他對這個 煮食這件事 他當作是一個工藝 但是 關西人看東西的方式不同 他當作是一個 都是吃東西 不是當作是一個工藝 就是 東京人是比較上 更加在吃 這方面 更加在精一求精 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 在朝拜足備裡面 有說到這句話的時候 再看看這套戲 小野先生 他真的當作是一個工藝 每一塊壽司都 你 你說得誇張一點 真的好像你買模型 是 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每一次上菜的時候 他的菜單上高 即是食平街形容 他那個菜單 真的好像一個 協奏曲 是 亦揚頓錯 真的 真的很想試 當然有錢有時間 有位 真的很想試 這個 小野先生 當然就是 不過再去補充多一點 你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不是你就這樣去預約 如果是住五星級酒店 你要找個禮賓司 就是預約那個禮賓司 都要錢 嘩 即是不止那三萬日圓 不止那三萬日圓 你真的 你真的 可能四五皮才能下單 是啊 未接機票 那當然 其實去到後期 其實都 跟朝八足地 都有一種共通點 就是 都開始講 現代的自然環境改變 是 他們都留意到 他們的可以用的食材上 都開始見到一個變化 即是可以選擇的魚 即是他們認為 當做的魚 即是 他們最擅長做的魚獲 都開始是 質素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好 沒有那麼大條 那些魚 是的 還有 如果沒有說錯 其實吞拿魚 都是一個 快要開始有機會 是 頻毅 因為 即是 不單止捉大的吞拿魚 現在是 連小的吞拿魚都捉 即是 那個可持續發展的海產 都 開始 慢慢地消失了 已經是開始 那這個都是一個 即是 我們在這裏看美食 在這裏看 人家煮食 多用心 多好 但其實 這些隱憂是 不是做這一行的 真的未必感受得到 可能大家有一天 看到 為什麼吞拿魚 為什麼魚產 突然貴了 真的有可能 就是這樣的原因 是的 所以這個 都是 挺有趣的一個 褲線 所以 這一部 壽司之神 如果想 大家 吃不了 但是 都想 飽一下 飽一下眼福 就可以找來看看 其實這部 很容易找的 好像買不到樓 看樓節目 哈哈 我這個 真的不行 我連看樓節目都不看 所以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來看看 好 我們今節介紹完壽司之神之後 之後播的是 因為 我們平時播的歌 都沒那麼pop 所以播一首 近期pop的歌 這首是 One Republic的Counting Stars 因為 小野先生 他有幾顆星 我們幫他數一下 是有幾多顆星 好 我們去一去歌 我們一會再回來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今晚第三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才頭兩節 都是紀錄片 我們今晚 接下來這兩節 都將會是劇情片 話說 我們現在第三節 講這部 都講了很多年前 這部戲 已經是1952年 日本很出名的導演 不是黑澤榮 這次不是黑澤榮 我們講的是小津安二郎 這一部就是 茶炮飯之味 當年這部作品 其實還有另一部 都是用日本的食品來做一個title 在後面再講 這個茶炮飯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種 將飯淋上一茶 又或者一些高湯 一起進食的 一樣很簡單的料理 話說這個武士 在這個戰亂時期的時候 就開始興起這一種吃法 一來便宜 現在二來也是非常散時散時又飽肚的食法 所以其實這些出生 比較上 貧窮的人家 都是比較上 偏好是 吃這種茶炮飯 話說這個故事就是 講述 出生上流的千金小姐 妙子 和她老公 她老公就是出生農家的 她老公是個家的 妙子 偏就嫌自己的丈夫 是一個很悶的人 自己喜歡吃得好 穿得漂亮 以及還是讀書時代的朋友 經常出去玩 但是當然 也不是說貿吉太窮 而貿吉的確是可以維持他的生活 這種生活質素 是一路安然無恙的 但始終老婆覺得她老公是一個沒什麼情趣的人 怎樣沒情趣呢 就是她老婆常常都認為 某吉家裡都算是一個中產家庭 但喜歡吃這個 剛才我們所說的比較窮等階層的人會吃的茶炮飯 吃一些便宜的煙 甚至乎乘火車是不會乘頭等或者二等的 她喜歡乘三等位 其實已經是一個最低票價的火車位置 這也是作為... 剛剛都說了因為她是一個千金小姐 所以她覺得老公這樣做 這種消費、這種生活習慣 其實是不適合自己的身份 所以這是她覺得 為什麼她老公是一個這麼沒趣的人 當然她倆這些問題一直都只是隱性 都未曾爆出來、未浮面 而真正浮面的原因就是 因為妙子的侄女 因為一些分界的問題 令到兩夫妻開始在婚姻方面 矛盾開始不單止浮面 甚至乎是有點激化了 其實都已經是 故事大廢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熟悉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的話 其實她拍家庭題材有多撒家呢 我想已經是人皆知了 但其實挺有趣的 小津他自己不太喜歡這部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戰後日本的環境比較低落 剛剛都說了 剛才主人翁的故事背景 因為都是比較中產 所以用現代的說法就是 會被人覺得很離地 他自己也覺得有感覺 他自己也不太喜歡這部作品 因為這個劇本本身就不敢寫 尤其是在後面的發展 其實是改過的 我看完這部作品 第一好看這部作品是真的 真的很好看這部作品 第二個感覺就是 的確是有點離地 因為特別是戰後的情況 不是說你一定要說得很慘很慘才是 但是這家人 老公又可以出租去不同地方 對啦 老婆到處玩 還要有工人 其實小津他自己也不太喜歡這樣拍 但是因為那時候日本的環境 就是想在宣傳上 在文化上 崇尚一些 一來是重建日本社會 但也是要他們及時行樂 就是想日本人 所以一些比較慘情的故事 其實那時候是不太喜歡的 其實那時候是 說回這部戲 其實說回這部戲 就我自己所認知的小津安二郎 其實他好像是沒有結婚的 沒有結婚 到死的時候其實都是單身的 但他的電影其實 如果大家留意開 都是那一句 其實小津都是對自己 對於婚姻和家庭 都是有他自己一套的價值觀 做老公的 雖然工作很繁重 但是回到家 都依然是對老婆 都是好聲好氣的 其實他都是 都是一個以禮相待的老公 要知道他老婆是貪玩到 又想出去玩 但又怕老公說他兩句 於是他想說一兩句謊話 去換天過海 這種貪玩的程度 去到後來的發展 就是 這部電影後來 就是 當某吉 因為他要出外公幹 要去南美洲的國家 去工作 有段時間都不回家 可以說是一個離別 而那時候 妙子就是因為 在罵情緒 就走了出去 但是又剛好 他回到來的時候 他老婆也回到來 終於 他老婆也知道 老公的苦心 於是乎 一起坐下 吃一頓簡單的茶泡飯 我相信 這個其實就是 小樽對於家庭 如果他可以組織家庭 這個是他向往的一個目標 剛剛 Heaney說 我不介意劇透 這部 就是 他老公 準備出旅程 然後 老婆回到家 自己一個獨守空房的時候 那個組合鏡頭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他完全沒有說話 他只是老婆 他自己睡在床上 點床點隻 然後又起身 然後就拍著 家庭幾個空的位置 那個鏡頭 是很強勁的 挺有趣的 小樽對於家庭 是一個 極簡主義的一個人 但是極簡單來說 他最適合 如果要說 他要說的話 他的力度 是足以 令到 他可以不用用很多對白 而是真的 很簡單的 幾組鏡頭 已經是令到你可以 感受到 他想 給到的 訊息 你是什麼 所以 其實這部電影 小禎 可以說是 用一碗 很簡單 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的一碗 茶泡飯 就已經可以說 就已經可以說到 一個 夫妻相處 知道應該是怎樣 的 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很厲害 是 剛才阿謙說 他還沒結婚 觀察力真的很足夠 小張安二朗 其實跟他媽媽是很友善的 跟他父親的關係 我印象中是一般 我不是很記憶的 但是他跟他媽媽是很友善的 我想他媽媽 真的傳授了不少功力給他 也有可能 分享了不少的往事給他聽 如果大家有看過電影的話 其實小張對於生活 這個家庭的生活 那個觀察力 是細緻入味 連你也覺得這個 是自己的家 有可能是 為什麼他是一個 日本供應的電影大師 這個也是一個 相當之重要的原因 說到這裡 其實剛剛我也說過 小張安二朗 除了茶泡飯之味之外 他還有一部 秋刀與滋味 秋刀與滋味 這部彩色 這部秋刀與滋味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秋刀與滋味 是比較上 更加受歡迎的作品 最後一部作品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 我記得是最後一部 也是跟他 之前好像晚春一樣 都是一樣講嫁女的 是啊 也挺有趣 他自己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沒有女 但是很喜歡講嫁女 是啊 其實這個茶泡飯之味 都有這個嫁女的成分 是啊 所以小張安二朗 其實可以說用電影 去彌補他自己 就是私人 一些空虛 都可以說是 嗯 所以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找一下 這部茶泡飯之味 和這部 臭到乳之味 出來看看 再補充多一點 就是這個茶泡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其實它的味道 比較偏金 就是金金的 但是你吃下去 又會有一粒粒飯 就是口感方面 我個人個人覺得 不是很融合在一起 但是 本身這兩樣東西 不是很融合在一起 但是當你放在一起吃的時候 它又會很特別 嗯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選擇這種食材 除了戰後一種比較常見的 一種簡單的食法之外 會不會是透視了夫妻的相處 兩個人其實本身不是很合格的 就是好像電影裡面說 本身兩個甚至不是很適合的 有些脈分瓦架 但是混在一起 最後 你是有些金金的在裡面 但是也是融合到 為什麼一直都有矛盾 一直都沒有 一直有矛盾 而又沒有爆到問題出來 就是因為 其實他們兩個都沒有坦誠 跟對方說他們自己的感受 到最後 當坦誠說出來的感受 飯和茶都在一起 放到口的時候 就覺得 咦 舒服很多 原來整件事 這個就是一本簡單的飯 都可以導出的一個道理 就是茶炮飯的味道 是啊 厲害 所以這一部作品 想開始出色 阿朗 我們今節會播的是 說了三套和日本美食有關的電影之後 都很餓 現在真的是 Hungry like the wolf 就是Jurin Jurin 他以前一首很有名的歌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這首比較Rock and Roll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最後一節的電影 會說 比較上 都算是新鮮了十年內 這部 就說這部2008年 阿士之餘和 阿士之餘和 今年都有新戲 比海更深 他在2008年 有一部叫橫山家之味 這部作品 另外一個譯名 叫步伐不停 話說這個故事 就是說日本一個鄉下的地方 有一個家庭 姓橫山 男主角阿步歡 是家裡的廁紙 帶著他的妻子和兒子 這個兒子不是他親生的 他老婆本身有老公 但是因為老公過了生 而變了寡婦 帶著這個不是親生的兒子 回到自己的鄉下 而阿步歡的角色的父親 就是一個退休醫生 剛才我剛剛有說過 阿步歡的角色是廁紙 本身有個長子 即是阿步歡的哥哥的角色 就是純平的角色 就是本身繼承他父親的醫毛事業 但是因為一次下水救人 而御匿 不幸身亡 這件事其實都可以發生 可以說發生了很多年 都已經發生了十幾年前 但是這十幾年 他父親都依然是一個很耿耿於懷 在這件事情上 還有就是阿步歡 他的角色是沒有繼承他父親的醫缽 不做醫生 反而就是做一個 繪畫的修復師 但是因為 因為都打拼了很多年 但是都依然是做得不成功 還有因為 始終是上一輩的思維 都覺得自己的兒子 沒有辦法繼承自己的事業 是一個不太好的一件事 所以兩父子的關係 其實都長期都 都處於一個冰點 那講到 其實我今集是講日本的美食 但是 其實到底跟美食有什麼關係呢 這部戲 以一個一連一度回鄉下 拜祭亡兄的一件事情 將它引指 回到家 當然做母親 當然就是 籌操一些美食 去款待兒子和兒孫 雖然是 再也普通不過的一餐 即是家常便飯 但是如果大家一看的時候 一開場 即是他們在煮東西吃的時候 其實家人之間的緊密關係 和用心 都可以說是表露了出來的 其實都已經是 那為什麼 其實有個故事要講一講 為什麼事之如和會拍這個故事呢 就是因為當時 事之如和是正直 相親 相繼離世 可能也是 因為這件事 令到事之如和對自己家裡 有了一份感悟 所以你會見到 事之如和在這部戲裡面 對於家庭生活的細節描寫 其實我看過這麼多部 事之如和是最厲害的一部 我都未見過 甚至乎 我覺得是有種 承襲了剛才我們說的 導演小津安然郎的電影 的一個主題 就是 對於孤獨的一份描寫 其實事之如和是 我覺得是拍到這份精髓出來 我自己個人覺得 他的確是有講到孤獨這個題材 但我覺得事之如 他想講的訊息 是遠比這件事多 他想講的訊息量實在太多 他除了說孤獨 他也有講家庭關係 有講一些承襲這些東西 也有講生死 生死其實在這部戲的名題很重 一開始和最後有拜山這個畫面 有一個蝴蝶這些東西 其實他裡面想講的 另外還有一種放下 對 和解 和解 放下這些東西 其實裡面的訊息量實在太多了 我覺得他 比起小津的話 他算是沒有這麼集中 但是其實 就算 可能和阿朗說話 講的很多 但是其實他每一點 都講得很多 最重要是 這一部戲 我覺得是 如果看過 我看過的 史之和可以說 算是最出色的一部 已經是 例如 因為上一代 對下一代 未能夠 不單是繼承衣撥 還有那種 因為賠不到自己 有一種孤獨感 而父親 也都是因為 對於沒有人繼承自己的衣撥 有一份 叫做 失意 當然也還有阿寶歡 在這個故事裡面 因為 自己的事業都不太OK 回到家裡的時候 當然也對著他爸爸 是 又準備吵架 其實本身也會準備 但是 其實 事之和這一部 就是 在這麼多矛盾裡面 其實他最想說的 就是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 和解 就是那份和解是很重要的 就是家庭關係來講 其實 其實 去到最後 其實都已經是 都說得白了 其實那個道理就是 就是 人生的腳步 就是一直不停走 就是好像棄名一樣 就是 步伐是不會停的 但是 你一直不停追趕的時候 就好像阿寶歡說 明明 我也很努力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永遠都是慢了半步 所有東西都是 就是 這個是一個 對於人生的一種無奈 這個概探 就是 你會見到 事之和有一個很深的感悟 在這方面 的確這台是一部好的電影 是 不過如果你繼續 叫我比較的話 都不會 都不會的 就是 他 剛才說的訊息良多 其實就好像這部電影 《橫山家之味》 其實《橫山家》不是一個食物 就跟之前幾部不同 我都覺得之前幾部說的食物比較集中 是 這套它真的有少少是大雜貝 我覺得它 有蘿蔔 有關東煮 有不同的食物 也有西瓜 很多不同的食物 你很難去歸納 它的訊息量是多 它裡面的東西是雜 但是 它的確是每一樣都說到旁 是的 的確是 還有 剛才我都說 在煮食的過程裡面 都見到 家庭成員裡面 那個緊密 那個關係 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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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情的緣分 這件事 例如 好像 剛才也說了 長子 因為一次 救人 而 愈力身亡 也不可以在人世間裡面 還有 到後來 阿布寬 也說 他那次離開鄉下之後 過了多幾年 他父親母親 也都相繼過世了 其實這個 《親情的緣分》 在這部戲裡面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都會感受得很深 也都是 我覺得都相當感人 其實 這個結局其實是 就是說很淡淡然的 但也是一個非常感人的結尾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想看《視之餘和》 這部《橫山家之味》 都可以 外面都可以買到的 這部戲 都非常推介 今晚這四部電影 話說是介紹日本美食的電影 但其實都在說 其實不單止是 在吃那一塊食物 不只是吃那塊飯 那塊魚生 這麼簡單 而是 日本的整個文化 都 你可以說是 將整個文化 吃到肚子 一直在咀嚼 所以 其實日本的美食 都 因為都相當之 遠遠流長下的歷史 所以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不妨試一下 在每一樣食物 每一樣 菜單上面的食物 都可以 都有機會 看到一些 挺有趣的故事 在裡面 即是每一個食材裡面 好了 今晚的節目 就講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 題材挺有趣的 我們下一集 嘗試用火車 我們用食物來做 題材 我們下一集 嘗試用火車 來做一個主題 我們上集說 飛機 下一集說火車 是啊 挺有趣的 很多交通工具 都可以是一個 電影題材 如果說火車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不 我不用多介紹 都會猜到 因為這部 真的近期大熱 剛剛 新聞說 破了這個紀錄 即是 香港史上 頭16套 最收得的電影 超越了這個行戰2 即是 還是今年 如果是 這麼多年才來 是的 即是 全時間的話 就是16套 而今年 2016年來講 它已經是那一行 即是有6千萬票房的作品 說的是 這個 撕殺列車 而且 這部 已經是 香港上的韓國戲 第一位 超越了 我的野蠻 想不到 真的 還有 還有 它那部 叫前傳 如果沒有廣場 說是前傳 是嗎 你看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我猜到 還有首爾站 還有 東方快車謀殺案 還有 希治閣的作品 就是火車怪客 也是 今年的新戲 Hulietta 艾姆杜華 的新作 香港名字 叫做 狐狸狐逃 是 挺有趣的 這個名字 是 如果大家 對火車有興趣的話 那 絕對不可以錯話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今晚的最後一首歌 最後一首歌 就是剛才 《環山家之味》 裡面 兩夫妻 老太太 老爺爺 他們的 一個定情的歌 是 叫 《Blue Light Yokohama》 即是 環濱的藍色燈光 是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很舊的日本歌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囉 各位觀眾 晚安 拜拜